大家好 今天呢 來到了慕尼黑德國這家樂器行 我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今天我要訪我的O 是Older A clarinet 我們進來慢慢走 進來的右邊 我們可以看到 先是銅管的樂器 然後呢 後面呢 就是它的櫃台有負責 長笛跟黑管的 然後 這邊是它的這些case 我們可以看到一下 那裡面呢 這只是第一樓 其實樂器總會非常的多 等一下我們上二樓 可以看一下吉他和打鼓的section 上了二樓 我們可以先看到這個是吉他的section 然後其實很大喔 我們現在慢慢走 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你看Ukulele這個地方 然後我很驚訝的是 我走到這一間 然後呢 可以看到中庭 因為它另外一邊是keyboard 就是賣鋼琴的部分 等一下我可以去看一下 現在我們這邊是走到了打鼓的section 你看到有很多選擇 當然這個打鼓的部分呢 當然這個打鼓的部分呢 是我比較不太熟悉的area 我們可以看一下 哇 這個樂器好真的好大喔 這是anus 再上進來這邊是 Electronic guitar的section 哇這個店真的 比我想像的大很多 這間也是他們在 一個展示的room 可以看到非常的大 剛剛我就是在這個section 幫我兒子買了他的第二把黑管 Buffet R13 Clarinet in A 這位小姐 她現在人不在櫃台 然後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 這邊有這麼多的指揮棒 現在呢這邊是弦樂的部分 我們看到大提琴和小提琴 甚至你可以看到這裡還有 直笛的部分 所以它是非常全面性的一個樂器行 現在呢我走到這個building的左邊 它這邊專門是在賣keyboard 一進來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的展示琴房 有史坦威 還有Bakistan Petrov 後面是keyboard section 好我們稍微看一下這邊 今天我來的這家店remoa 是很有名的 德國製造的行李箱 那就是我今天買的 第二樣物品 然後呢我是 是幫我朋友買的 這個型號在這裡的定價是 1120歐元 那退稅後呢 是可以120歐元退掉 所以總價是1000歐元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應該是比美國的價錢便宜很多 讓我來為大家做個總結 我所購買的第一件物品是 Buffet R13 Clarinet in A 定價是3450歐元 退稅之後 2940歐元 因為要郵寄到美國 還包含保險 是180歐元 我最後付的是3120歐元 第二件物品 remoa 行李箱 也就是大家最喜歡的經典款 Classic Cabin Aluminant Carry On Suitcase 定價1120歐元 退稅之後 退了120歐元 最後是1000歐元 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我也付上了美金的價值 這兩件物品 大概都可以差到 400到500的美金 不一樣 那因為現在說真的 主要是美國也通貨膨脹 價錢都提高 然後更何況我們現在 歐元跟美金的這個匯率 大概基本上是1比1 所以好像很適合 在歐洲購物 希望這個最後的這些資料 對大家有幫助 OK好 謝謝你們的觀賞 那希望有什麼 任何我可以跟你們分享的 我都非常開心 歡迎訂閱 謝謝 拜拜 拜拜